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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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事这个汽车领配件 也已经三四十年了 我是从零售会开始 然后做贸易公司 然后有关系企业 是在做制造生产 所以我一路走来 是用汽车领配件 一直走来到生产先都有 从零售业起家 累积超过三十年的经验 在看见市场趋势 和产业前景后 曾董事长于十年前创立公司 投入涡轮增压器的真业领域 我觉得其实涡轮算是 汽车的强行争 汽车的动力来自引擎 它可以帮助引擎增加它的效能 所以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一台车可能都需要 很大颗的引擎 例如3000cc的 或者2500cc 可是现在的技术来讲的话 把引擎加涡轮之后 它就可以变小 变成1500cc或1000cc 所以它把汽车最重的 那个零件变小 可是它的性能提高 所以相对来讲 它就变省油了 因为它不用再拖 那么重的东西 很有效率的提高 车子的效能 跟油耗的表现 那也满足目前各国政府 在油耗的需求 或者是说空污的一些房子 封安车验目前旗下有两个主要的品牌 一个是GOMAX 一个是AMAC 那GOMAX主要是封安车验目前在国内推广 车用涡轮增加器的保养品牌 主要是封安以我们多年的零件生产经验 还有在欧洲车用涡轮的销售经验来讲 导入的一个涡轮保养的品牌 主要是想要提供给消费车在养车子上的成本 可以不要负担的这么大 那也一方面减少乌贼车在路上跑的这些问题 还有在还没坏掉之前 我们做涡轮的保养 改装涡轮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说好 就是我们一般市售的车子 如果是自然进气的车 2000cc到2400cc的话 它的马力大概在130匹到200匹左右 对 可是加上我们的涡轮增加器 改装的涡轮增加器 我们曾经在一个日本的D1GP的 一个摔位的赛事 调教一台车 这台车的马力可以到750匹 等一般市售自然进气的 4倍左右的马力 爆发力非常好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针对一般市售的车 我们在路上跑的车 你想要提升一点动能 提升一点马力的 我们也有针对这方面的产品 在做服务这样子 我们的设备目前也是同业界之间 算是蛮完整齐全的 包含有自动量测系统 那还有拉力机、印度机 那在我们生产技术方面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从研发、开发、设计端 跟现场主配、还有我们平保 是一个三角循环团结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技术核心 所以这一块在我们公司 算是搭配性非常好 我们研发中心基本上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研发中心做先进制成的一个研究 这些研究后续会交给我们的开发部门 那开发部门会针对这些研发的成果 在做制成上面的一个改进 那衍生出来 其实我们在105年 就开始有一些政府的一些计划 在国内外有8个台湾的发明专利 一个台湾的新型专利 以及5个美国的发明专利 那我们目前整个研发团队差不多有12个人 所以你可以发觉在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在中小企业来说 我们的研发能力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例是高的 合作客户多为欧美国家 利用自身的整合能力 结合研发制造和品牌行销 期许成为亚洲涡轮制造的第一品牌 便是他们未来持续努力的目标 感谢观看